收听的是中广新闻网 我是主播张庆林 清晨六点钟 十分钟早报 我们赶快来看看今天台湾各日报的一些新闻重点 好 我们看到了影响到今天美国股市下挫的主要原因就是 美中之间的贸易战 今天看到了财经报纸的头条 还有中文时报 还有联合报的头版头条 都是关注这则新闻 中文时报的标题叫做 贸易战 美国挥第二拳 公布六兆的报复清单 联合报标题叫做美国寄出新一波的关税清单 好 这次是美国针对中国的价值高达200亿美元 就是大约台币六兆元 总共是6000多种的大陆输美商品 正收10%的惩罚性的关税 最快在9月份就会生效了 当然这就代表贸易战升温了 一般预料呢 除了今天在这个全球股市 亚洲的股汇市 今天恐怕也是遭受到严重的冲击 好 在北京方面其实也放话了 北京也回防了 绝对不挨打 他们要向WTO来追加起诉 所以现在其实频频增添火药 这个添了火药柴火的情况呢 现在准备中美之间要打持久战了吗 联邦今天在这个头版当中啊 也帮大家整理了一下美国对中国的新一波关税清单 所影响到的一些产业到底有哪些类别呢 像是有食品饮料啦 纺织品啊 金属 机械 车子等等 另外经济部这边我们也高度在了解当中啊 目前观察清单并没有放入笔电啊 手机 这些大宗的终端产品 不过还是有放入这个纺织品啊 金属制品 化学制品等等 所以跟台湾产业的这个联动关系呢 现在正在详细的评估当中 好 今天杠人犯到了各报当中啊 也看到了说 呃 这个像联合报说 清单当中没有笔电手机应该是为了被伤苹果 对台湾这边呢 应该算是好消息 但是大陆已经扬言要反制了 他们已经取消了61.5万吨的美国大豆的订单了 现在国际上所担心的就是 美中的贸易冲突恐怕会回不了头了 好 工商时报今天在头版头条呢 也是关注这个消息啊 那么提到说着贸易战 美国的这个2000亿元的清单空袭 那么川普其实又出招 台股能不能够风雨生信心呢 许盛雄则表示说 其实台湾在这当中的角色 就是我们要小心被大象给踩死 经济日报今天在头版当中 也谈到了这个消息啊 那么莫比尔斯则是强调说 全球的金融危机 现在的前奏似乎已经出现了 这是为您综合整理今天各报 其实对于这美中的贸易大战 还有后续影响台湾的一些影响 还有因应呢 都有相关的一些报道 而且篇幅还不少 您可以参考 好 今天财经焦点 还有经济日报的头版当中看到了 台股大户飙增了四成啊 那么上季达到了1579人 中时户有1.2万人同创了历史新高 下半年的热度应该还是有机会的 六二联合报那夜谈到了 这六月的证交税 最近七年来的一个新高 联合报今天在头版二题提到了 在日本的水灾的情况 那苹果日报今天其实也是关注日本水灾 主要是因为他们派记者到日本去 直击日本这50年来最大的水患 在日本当地呢 现在说至少已经有179人死亡了 断水缺粮的情况 在日本现在看得到啊 那么在日本的这个 现在的一个乱象 为什么这次水灾这么严重呢 家都毁了 不过日本人说呢 他们还会再继续加油下去的 像是有些日本家庭呢 他们珍贵的成年里的钱 资料都泡水损坏了 洗头突然就没水了 理法店呢 也必须要停业 在生活上的一些观察呢 今天苹果日报 有比较详细的一个报道 好 倒是在联合报今天 头版二题呢 关注的是在政治层面方面啊 在日本这边的一个大雨 重灾的这个当时呢 风雨在5号的晚间开始增强 但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跟自民党的议员大概50个人 那个时候在做什么呢 他们在举行宴会 还在社交网站上面发布 他们开心举杯的照片呢 就有点白目的情况 引起了争议啊 所以安倍现在就赶快灭火了 赶快9号的时候 取消了出访行程 在昨天呢 也前往灾区去视察啊 就是希望不要影响到 9月份他争取 党主席选举连任 好 那么情访灾区 有没有办法政治直写呢 联合报今天在头版二题 还有内夜的报道 好 自由时报今天头版头条 这个人事新闻哦 自由对于这个民进党这边的人事新闻 常常都有他们独家的 也许是消息吧 那么现在内阁的改组呢 就今天自由时报头版头条说 现在府院高层规划由 内政部长叶俊荣 要转任教育部长 好 那么之前说的内政部长 可能是许国勇来接任 那么现在的内政部长叶俊荣要去当什么呢 是已经玄缺很久的这教育部长吗 那么蔡英文总统跟这赖清德 格奎呢 最近好多次都约了叶俊荣来劝禁 他是当教育部长啊 希望能够以他的这个学术声誉带领 台湾的教育体系走向更国际化 那么另外一个出现在自由时报 投版的人民是说交通部长贺臣 但要卸任之后他的 这一缺呢是由曾经担任工程会主委的吴宏谋来出任 那么吴宏谋呢 他在过去曾经获得业日证重用啊 联合报说呢 这叫做陈局的人马 因为呢吴宏谋他曾经担任高雄市的副市长 好 这是报派今天在有关于内阁改组的人选方面 说这教育部长由叶俊荣要来接任 好 那么要报告部长呢 是我们这个孩子们的这个出生率哦 那么新生儿的出生率 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想生的情况之下呢 今年的新生儿恐怕要跌破18万人了 上半年的出生数呢 比去年少了将近有6000人 而现在国内的出生跟死亡人数 快要出现了黄金交叉了 自由时报间在投版二题当中会看到这则新闻 好 赶快来看看在政治方面的 台风之后的口水战 中国时报投版二题 这次的这个台风架的不同调呢 后续的一些效应在政治方面发酵了 在基隆市的这个市长说 朱立伦这边哦 因为怕被骂 所以早早就决定要放台风架 那么其实呢 朱立伦他也做出了一个回应了 他说他们绝对都是按照这专业的风雨的一个情况哦 那么如果说这个风雨的情况 大海不放的话呢 就不对了 那么他也反问说这个基隆市长 那么如果风雨够大的话 你难道也不放假吗 好 郑文灿也是呛说 这台风架不是用赌的 那么其实这次虽然说 看起来好像是基隆市在说新北市这边 其实他也同时打到了他同党的 有宜兰县的这个代理县长陈经德 还有桃园市长郑文灿 因为他们两个人呢 这边这次两个县份也都是有放这个台风架的 那么郑文灿就说因为台风架不是用赌的 跟台风架有关的一些政治口水 正在联合报的内页A3版面 那么柯文哲说尊重专业啦 他也不想当赖神第二 因为当神很危险的 另外谈到四点钟之段 柯文哲说他学到了 以后不要说四点钟开始不用上班 要讲晚上不用上班 不要说四点钟下班呢 好 那么该不该放台风架数字的说话 说新北当时的风力是九到十级风 因为新北的这个幅员比较广 那么台北这边呢大概不到九级哦 所以为什么台北跟新北这次台风架脱钩呢 其实也从这数字当中看得出挺蛮有理由的 北北基昨天经过了混乱的一天 有人上班有人不上班 没上班的赶快问同事说 是不是只有我没有来呀 其实大家心里都非常的慌哦 另外火车雾点两个小时 通勤组也气爆了 好 自由时报间在内页则谈到说着 如果停摆一天的话 逐科损失40亿元 加班费会增加1.2亿元 到时这次玛利亚进补石门水库 全台的水晴现在已经转为蓝灯了 跟政治有关的 兼联合报内页当中提到了 谢文静参选新竹市长 蓝绿两样晴在新竹的选情方面 旺报今天头半头条提到的是 连战今天启程前往大陆 这次呢会见习近平了 那么这个消息 今天在中午时报呢也谈到说 今天连战会刘捷一 那么连习之间的四会在明天登场 这次连战到大陆去就是希望能够 化解两岸之间的僵局 中午时报也谈到说 习近平会同时向蔡英文 还有吴敦义这边呢 来释出强烈的讯息 自由时报今天在内夜当中 有曾文西口的北岸十年 流失了333座的篮球场 而苹果日报谈到了玉山长高了 15年增加了63.2公分 联合报今天内夜谈到了在高雄这边的房子 那么景观阳台在陈局当时当市长的时候呢 订定一些建商的优惠措施 允许把这个阳台这边外推三公尺景观阳台 那个时候有不少的一个争议 是不是有土地建商 后来有其他台中跟屏东这边的一个跟进 那么这些相关争议 现在联合报的内夜有相关的报道 好这就是今天的十分钟早报新闻 我是主播张庆林祝福您今天平安顺心 我们下期再见 来吧 谢谢大家